观众新闻现场继续带您关心 新竹市长高宏安最近真的是官司产生 因为他今天又要再出庭 不过不是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 诈领助理费案 而是去年九合一选前 这位旅美教授陈时分 化名翁达瑞多次发文 支持高宏安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 他先说这高宏安的学历 选择性揭露是不老实 又说他的博士论文涉嫌 削窃了资测会的期刊 为此高宏安怒告防害名誉 但北检认为评论没有翻译 决定不起诉 因此陈时分就反击 提出了诬告罪 今天下午两点半 预计会传唤两人出庭 而且如果高宏安届时有出庭 我们会带您持续来关注